在这个视频中,我来和大家介绍一下一个代码不全工具 Copilot 这个工具也是由OpenAI公司联合微软 开发出来的 也是基于GPT模型 Generative Pre-trained Language Model 训练的数据集是来自于Github里的所有代码 所以说,我查了一下 它是2021年6月份开始内测 内测了一年 然后2022年6月份,然后开始付费订阅 然后对普通开发者来说的话 它的月费是4美金一个月 然后免费试用两个月 然后第一年,每年的话就是100美金 会免两个月的费用 然后呢,如果你是学生或者你是researcher 或者是开源项目的认可开发者 对吧,然后你可以免费使用这个Copilot 好,这个工具有什么作用呢 它可以根据通过注释啊 帮我们去写代码 也可以根据代码帮我们写注释啊 然后呢,它这个工具呢 它是支持,它必须在Ide上去使用 Ide就是IntegratedDevelopmentEnvironment 这个它官网上只捏了这4个啊 其实这visualstudio跟vscode是一家 只不过是不同平台上的 visualstudio是在windows上 vscode就是在Linux跟Mac上 然后NearVeam基本上就是Veam系的这个 呃,ide也是都可以使用的 像我看了subtextline,Veam都是可以用的 Jetbrain,像pycharm 呃,啊,包括它这个整个的系列 应该都是可以 呃,就是Jetbrain整个系列 都是可以直接用这个开发工具的 呃,这个copilot插件的 然后它支持的语言呢 上面也说了 其实虽然它说它 我就查了呀 它说它支持的主牛的这些语言 对吧,这个大概9个啊 我就不念了 基本上就是啊 其实呢,它只要是啊 github你有的内容 其实不光是代码 包括你的测试数据啊 还有一些其他内容 它都可以自动帮你去生成 所以这只是一个 简,啊,怎么说一个概括的一个 语言介绍 其实你写 你写其他的文法 包括写markdown 那这样会给你去 一起去帮你去预测 你下面要写什么 好,这个我们通过一个小练习用来 去,去,啊,啊,了解一下 这个扣发到底怎么用啊 就是首先我想在一个文件夹中 便利所有里面的excel文件 然后把里面这个所有的非数字单人格 设为零 然后,呃,然后做个航球盒 然后再保存到一个新的文件夹里面 存到excel里面去 为什么做这个项目呢 因为就是说考虑到批量去处理一些excel的话 那可能,对吧 对于小白来说可能不是,呃,压力比较大 一个一个手动去处理可能不现实 excel,呃,用python去处理的话 效率会高很多 啊,这个excel长什么样子呢 其实我是做了三个excel 呃,每个excel大概就长这个样子啊 他这个,呃,就是啊,大概有四列 然后每列里面就设立一些乱七八糟的文本 然后其他都是数字 我想在这一列做一个求和 然后自动把这些东西给射成零 哎,然后把它也关掉 然后这个同一份文件 我拷贝了三份啊 放在这里 那这时候我们在这个 哎 这个项目里面啊 这个项目啊 这文件从哪里获取啊 直接去我的github上 然后在这里 我会把这个链接放在这个视频下方 然后在这里直接下载 然后在这里去安装 在那个terminal里面去运行一下这个 就安装一下这个代码包就可以了 然后如何具体操作 我在这里 在具体的演示一下 就是说如果你是新的pycham 新建一个interpreter 然后在这里选择新建 新建选个最新的 大概要3.9 而且其他版本都可以 然后选完之后呢 然后点一个ok 点完ok呢 然后点一下这个terminal 然后再运行一下这个prp install -r requirement 按下tap 它就自动补权了 然后按一下它就enter 然后它就会把所有的缺的包都给补上了 如果你之前没有用过的话 然后这个再把它clear掉 这边看一下这个copilot如果去安装呀 首先的话就是在这个 呃 它的官网 对吧 你直接搜copilot 然后进来这里 然后你直接登录你的github账号 然后点击这个试用 它这个默认是可以送两个月的 先不要钱 但你要填信用卡 然后后面的话你就自己再付钱 嗯 然后如果你已经付费完之后呢 然后就登 然后在这里 然后点一下这个prchamp 我记得应该是这里有一个 呃 extension deployment debug tool plugins 哎找到plugin 然后你找到marketplace 然后这里找一下这个copilot copilot 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点一下然后安装 然后你就有了啊 有了之后呢 然后在这个右下角这里 哎你会找到你的copilot 然后点击 那这里有一个啊 验证码 然后复制 然后打开 好这时候呢 如果你已经有github啊 账号 然后已经登录了 而且你们已经买过了copilot 然后粘贴回车 哎 然后说啊 下巴拉巴拉 允许 啊 然后就可以上面去使用我的copilot 非常简单 快捷 然后稍等他这边还在印证 哎 这个连上了啊 这时候点一下看一下 哎状态啊 登录成功 OK 哎 这时候我们来新建我们的这个Python代码 在这个文件奖下面 然后新建一个Python文件 这叫啥 Excel DataClean Data Data DataClean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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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嗯 首先我们要写一下 将他帮我们写一个方程 嗯 其中 二 一 三 两 这样 识 组 语 语 语 这里需要 这里有一个import 我们来试一下 这个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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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pypass 学这个绝对路径 进来 get all files from dictionary files from pass 嗯对的 然后我们来打印出来看一下 哎都网年都帮你想好了 来来看一下 哦,1,2,3 好像是对的 file files 然后我们来 再做一个function 去 from excel files files and get data frame 嗯 其实我们想要一个一个文件的 不需要这种 data files 嗯 那可以吗 这个看一眼啊 这个 appaint 嗯,不要它这么写 这个重写 我再看一下现在这个打的路径是啥 诶 这时候呢,用的是所有路径了 全路径 点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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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excel pth 嗯 这里是有个错误的 e e n qr 对 因为这个是我知道的 就是说如果是 excel的话 ex 啊像这种格式啊 xl sx 他是需要用engin才能打开的 这个要有自己有经验才知道 不然的话你可能 嗯要去查一下的 呃这时候我们再 读取所有文件 get 嗯 e 然后 loop 嗯 不要这个不要他这个推键 嗯 看一下他这个对不对啊 他打印了每一个的文件 哎好像是对的 每个都读到了 呃 这时候我们在里面每个干啥呢 每一个里面就是 yeah 电 哎呃 好 哦 嗯 这里写错了 如果他不是一个数字对吧 我就让他成为0 嗯 这里还检查了 INT或者是浮点都会变 这时候我们再打印出来看一下 确实啊 这个都变 连之前那些脏数据都没了 然后 然后啊 summer each each row 我再看一眼 啊 你看果然是 然后这次就是啊 好 这时候我从来想到把它啊 保存到一个新的文言价里面去 对吧 这时候我在上面先建议文言价 啊 啊 new 啊 data new 嗯 new pass data new 哎 看着不错 哎 还知道判断一下 没有没有的话 创造一个新的文言价 哎 非常聪明 哎 这时候我们再看啊 这时候啊 已经都算好了 save the new dataframe to a new excel files by save name add 哎 good suggestion 加一个new在最后 知道这是新的 啊这写的好复杂呀 看不太懂 喂 先打微镜啊 先试微镜啊 来 最后来 打印过去看一下 哎 打印出来了 有没有保存 哎 新建了个文言价 哎 新建好了 大家看一下 哎呀好像是对的哦 把所有的脏数据给删掉了 然后在最后也做了一个求和 哎 其实我想然后再看一下其他文件 你看这是三个文件 如果是5000个或1万个 他都会做同样的事情 哎好像都是对的 因为他每个文言价内容是一样的 嗯 嗯 嗯 对大概这就是啊 今天这个练习的内容 主要跟大家去介绍一下 这个 copilot的作用 跟在公司中实际如何去使用 那这是一个比较小的项目呀 但其实他也做了一个 其实 他做的蛮好的 其实但是你作为一个程序员 或者是你作为一个 使用他的用户的话 你还是应该明白这个东西如何去工作的 主要逻辑还是有这个开发人员去控制的 不能单纯的完全信赖他 不然的话你的逻辑会搭带偏掉最后完不成最终的目标 好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 关注点赞评论点亮小铃铛 谢谢大家